你来啦 怎么来的这么晚啊 抱歉啊小明星啊 你怎么这么收拾 小明星啊 谁让你得罪人呢 别害怕 我不会杀你 我就是来教训教训你 告诉你 退出娱乐圈 想说话吗 嗯 好 满足你 让你说啊 别动 你就是喊破喉咙 别人听不到 谁看你来的 绑架我 好歹要报个名字吧 想知道啊 这是什么味道 好 我好熟悉 听我一下 我去告诉你 什么味儿啊 烧火了 哎呀 你看 那烧火了 不要走吗 快来 这家里人烧火了 不知道 不知道 这家里人烧火了 还没有让那群人付出代价 还没有让那群人付出代价 妈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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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再说话 来来来来 还会救你出去的 啊 啊 是谁啊 我以为 我会死在那场大火 但我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 没有大碍 住院观察几天就可以了 你可真幸运 那么大的火 居然都没有被烧伤 所以放心 是不是会有后遗症的 后遗症 其实是有的 就是眼前的这个小孩 这个小朋友可真厉害 要不是他及时发现了你 你可能 就凶多吉少了 没有这么好吧 妈咪 你有哪里通路通路话要告诉医生吗 医生 这个真的不是你儿子吗 他管你这样吗 怎么会是我儿子 想要电话号码可以直说 不要用这种搞完摸脚的方式 叔叔 我妈咪经理我和爸爸 不可以要一个电话号码哦 小朋友 我不是妈妈 你到底是谁家的孩子啊 妈 你不要安安吗 想安安 不关注你生气了吗 嗯 不是不是 我没有不必要你 不对 我根本就没有要过你啊 你今年多大了 安安 你看哦 你五岁 姐姐今年呢 才二十岁 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大的儿子的 妈咪你骗子 你已经二十八岁了 小朋友 你妈咪没有告诉过你 不可以随便说别人年纪吗 谁二十八 嗯 姐姐我今年二十岁风华正茂 你再胡说 嗯 我揍你了 这个小朋友真可爱 真的不是你儿子吗 那他是谁家的孩子 知道哦 你看电视台这就是我爸爸 蛤 你知道他是谁吗 就能给我乱选老公 小朋友你挺有眼光啊 这可是陈鲜娱乐的总裁 苏氏集团的少爷 不好保障 他好像有名的 陈鲜娱乐的现任执行总裁 苏慕辰表示 陈鲜娱乐未来也会在 陈鲜娱乐 岭山娱乐已宣布 将会以损害公司名誉为由 与叶行哥解约 并要求对方赔偿 五千万的名誉损失费用 妈咪 你要去哪里 我要去公司 你是说过你现在不可以出院 爸爸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我又被人暗害 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我绝对不能在这个时候 被舆论毁了 不然 就再也没有办法得知真相了 小朋友 我真的有急事 你先去找你爸妈妈好不好 妈咪 你为什么总是要对下安安 算了 你先跟我一起走吧 诚哥 诚哥等等 叶璇哥 诚哥 公司解约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闹这么大个丑闻出来 你觉得公司还会留着你 可是我根本没做亏心事 公司公司 你一个练习生 要名气没名气 要流量没流量 公司凭什么为你花钱 凭什么为你去得罪人家导演 所以这件事情不可挽回了 你知道公司为什么放弃你吗 因为看出你根本成不了大气 你不是当明星的料 是吗 作为经纪人 可真没有 真可爱 你看着 迟早会成为一系人生 就是我妈咪 底下你以后 我就等着 封死他 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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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来的小屁孩 满嘴的 赶紧走吧 我等着你让我护着你 妈咪 你不要听那个话 是是乱讲 你是大明星 对 我不是大明星的 妈咪 我现在回医院吧 你应该多休息 可是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我有好多事情要做的 那妈咪要做什么呢 还有那些伤害了我爸爸的坏人 我一定要找到他 让他们浮涂待见 所以 我必须要变成大明星 有了钱 我才能找到他们 好 安安陪着妈咪去变成大明星 好 那现在 我们就去那个 能让我变成大明星的地方 她不想去任何事 她不想去任何事 已经把小气递连到 都 retaining有了 我们今天都能够 在 интернет 每天都不想去第二段 小气队 我都能够网到 她被人死亡了 那都不能够网到 真的 还能够哦 都不能够网到 我还能够网到 我还能够网到 去看什么 我还能够网到 可以 我还能够网到 我还能够网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走好不好 妈咪不叫爱 我不叫皮皮 好好啊 妈咪一会给你买薯条好不好 不好不好 我还要再加个冰淇淋 好好好 都给你买 一会就给你买 好不好 你回来了 等你很久了 脸色怎么那么难看 又搞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刚才那个孩子不知道为什么 让人感觉很在意 他还在哭吗 该问问他叫什么名字的 阿诚 阿诚 你想什么呢 跟你说事呢 抱歉 你说 是一份新人引进计划 这 阿诚可真是 他不知道全工作的行为在意 跟年期合到了 陆先生 请等一下 这 玄哥 你在这里干什么 抱歉 打扰你了 我就直说了 之前 你问我要不要改签进陈兴娱乐 现在我想问问您 你还愿意收我吗 没错 当时我的确想签你 但现在 不可能了 可是 叶贤哥 你知道做艺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实力 那只是一部分 做艺人最重要的是观众缘 你丑闻缠身未红先黑 我签你有什么好处 阿诚叔叔 你怎么要这么低吗 阿诚生气了 这小朋友是谁啊 长得好可爱呀 我就是你叫阿安 阿安你好 你知道我叫什么 功课道做得很足吗 太误会了 误会了 误会也就习惯了 看在阿安的面子上 给你一点提示吧 诚信娱乐 叔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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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